是席拜會 目前我們看到已經全部結束了 所以有很多的形式也好 內容也好 成果也好 都陸續公佈 當然我們看到 兩個人在開場的時候 有個共同的主軸 就是兩國是不能夠衝突的 那這一點當然是 沒有 兩個人都達成了共識 那當然雙方各有談話 這個談話很多的細節 我想一開始 我就先把時間交給介老師 介老師你怎麼看 那雙方談話 我覺得以這次 我的直觀感受來講 我覺得都講了大白話大實話 也都把了這個紅線問題 講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這個習近平主席 當然在臺灣的角度來看 今天臺灣各大媒體 篇幅斗大的 就是談到了這個臺灣問題 但是很多標題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精準 因為在這個雙方的談話 官方所釋出的談話當中 好像臺灣的媒體夾雜了一些 看起來是事實 但是沒有經過雙方證實的 所謂美方的一些資深官員的轉述 但是在臺灣的標題當中 就把這個資深官員轉述 好像屏蔽掉了 只留下了內容 所以你猛一看 你還以為是中方的官方立場 似乎並不是如此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 我們讓季老師 給大家釐清一下 是 我想當然 我一開始我認為這次會談話 習近平願意親自跑一趟 這中間本來還有一個波折 就是李家超的問題 那後來都得到解決了 為什麼得到解決 我覺得兩點 第一個 中國大陸把它定調成 這是國事訪問 優先與APAD的 這個所謂的領袖會議 所以大陸發的新聞就是說 習近平應邀赴美國 與美國總統拜登 進行中美領袖援手會晤 這是主要去的 這個就把這個 APAD會議的這一次 在這個整個會晤 他把它的先後次序抓出來 這個是重重之重 APAD是其次的 那當然也提了 也應邀參加了這個APAD會議 然後因為為什麼 因為李家超美國 基本上還是發了邀請函 可是香港那邊就說 李家超行程的關係 他不去了 派他的菜 各退一步是嗎 各退一步 可是問題就是說 從這個安排來上 變成一個元首會晤 這個變成重點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妥協 其實大陸可以不妥協 可是呢就是說 我認為妥協必然有 對大陸覺得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拜登親面談 當面談一下 對 所以本來這個 習近平主席確定參加之後 很多媒體認為是不是委屈了 或者是不是退讓了 但是我們從這個 可以說是 有人說是中國特殊的高規格 來看 當然他的地點 他的時間 優先於 所有APAD的領袖 拜登是第一個見的 那我們來看形勢 形勢當然就跟他的 實質的內容 有很大的關係 你就看到當習近平抵達 還有最後習近平離開的時候 拜登都是親自接送 看著他下車 看著他上車 另外表情很重要 雙方都是從頭到尾笑容可掘 還安排了一場 精心安排了一場 在莊人當中的散佈 還沒有帶翻譯人員在旁邊 所以這些細節 介老師是外交專長 你怎麼看 我只能說 所有的細節都是 事先設計好的 沒有一個是意外的 就跟那個Kirk Campbell 他就是現在美國國安會裡面 負責中國大陸事務的 這個首席的官員 那他也講說百分之百 也就是說我們看這場會 其實會前會談到的細節 才在今天就跟我們今天 演一齣很複雜的舞臺劇一樣 那所有的演員的走位 主角的走位 然後什麼時候打燈光 什麼時候出什麼音樂 全部百分之百 對 跟他講 他說包括習近平沿路 所看到的窗外景色 也都經過安排 到了這麼細的程度 一般到元首級的會談 尤其這麼重要一次會談 對雙方都很重要的 那這個我們現在 我們過去對談判 接這種會議 我們認知說 有人勝利有人失敗 現在的國際關係是必須確保 所有參加人都成功 那麼才會成局 所以這個地方 美國拿到美國想要的 中國大陸拿到中國大陸想要的 所以這個都講好了 才會有這個結果 這些所有的高規格 包括這個地點的挑選 包括這個順序 甚至還傳出一個細節 當然沒有得到中方證實 說這是中方要求 這是談的時間 不要少於上次的巴厘島會晤 連這麼細它的時間長度等等 然後還特別公佈了訊息 當然透過美國媒體放話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中方要求 但反過來思考 如果真的都是中方的要求 那美方是全盤照收 這個全盤照收 您認為意味著什麼 就拜登急於見習近平 拜登就想跟習近平見一面 已經自己放話都放了半年了 這個中間說實話 大陸也吊足了拜登的胃口 我想這個鬆口也不過 就是這個會議前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然後到最後呢 行前三天才正式發布新聞 所以就是說吊足美國胃口了 那問題是什麼 因為說穿了 就是美國有求於中國 對 因為拜登講了很多次 那你怎麼能夠讓拜登 想見的人竟然見不到呢 所以看到中方提出的所有要求 美方是照單全收 而且在莊園會談的時候 大家看到以氣氛來講 以畫面呈現出來的 肢體語言來講 一切的一切都是非常的樂觀 非常的順暢 那當然王毅 他事後的記者會當中 也談到了這點 但是我還是先請介老師 我們從雙方主帥談話開始 我們身在臺灣 最關注臺灣問題 你怎麼看待習近平 當面跟拜登講 關於臺灣的一些表述 我覺得這裡面 有一些新的內涵 過去沒有見到的 那就是明白講的 要美方要求美方 停止武裝臺灣 這是一個在這麼高層 這一句話是最新的 停止武裝臺灣 第一次過去沒有過 過去沒有 過去這個外交部 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美國對臺軍售 他會去講類似的話 可是在這麼高層會議 由習近平嘴巴裡講出來 這是第一次 然後還有一句話 也很重要 我覺得也是 中國大陸也是在這一次 就是要面對面跟 習近平面對面跟拜登見面 這兩句話 是我認為他最重要的兩句話 還有一個就是支持中國和平統一 他要美國支持 所以這兩個要求都是 針對美國現在的作為 直指這個怎麼講呢 最核心的問題 但他講的是支持中國 和平統一 和平這兩個字 對臺灣很重要 當然啦 因為其實大陸遺址 都是和平統一 對在過去兩岸分封與大陸 從兩岸恢復接觸以後 事實上和平統一的調子 沒有變過 所有的文件談話 都是率先講的是和平統一 那還加了一句 習近平最後說 中國終將統一 也必然統一 決心很強 其實你要知道 中國歷史的話 所以對中國歷史的了解 都知道天下大勢 分球必合 合球必分 對不對 那中國的文化是不太喜歡 用比較強勢的方式 或者說非常的手段 都是不得已才用非常手段 那其他都是創造條件 創造條件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過去這麼多年 我想他在兩岸的 這個未來的最終的結局上 中國大陸是創造條件 也就是說他認為 也就是說我們中文 很強就是說水到渠成 你要先有水 你挖一個渠沒有水 也是乾的沒有用 所以水到渠成 然後現在最近我們台灣 也很流行一句話叫 因緣俱足 所以這句話就是說 中國中將統一 中國必然統一 其實這是尋著 中國的老哲學思想 我們老的水到渠成 而且中國的天下大勢 他本來就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的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個場合 也跟美國擺明了態度 這些話也是對台灣講的 習近平希望美方具體表現 不支持台獨 不只是不支持台獨 而且要具體表現 所以他就說你不要 要用行動來體現 因為嘴巴講沒有用 對 他講的就是說 過去你都是嘴巴講 可是你的言行不已 對不對 那我現在就點出來 你那個講沒有用 你具體行動就是 停止武裝台獨 就停止武裝這六個字 然後他還要他 也沒有說你明白了 可是他要你要支持 中國的和平統一 所以我覺得這次 把話講得更明了 挑明了講 那還有一些媒體也報導了 就是說習近平事實上 也跟大陸談了一下 這個動武的 如果說非和平措施的話 那是什麼條件之下會考慮 那當然中國大陸 有反分裂國家法 反分裂國家法 它有三個條件 基本上那還是比較含混 可是在現階段條件下 這個部分的話就變成 我覺得 習近平為什麼要跑這一趟 就是要談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對大陸來講 你美國要跟中國大陸激烈競爭 大陸從來沒試過弱 也沒有屈居下風 對不對 你說科技戰 你說貿易戰 對不對 你說這種各方面的 就是說傳統在人權 在治理上面的 對中國大陸的指責 這個就跟習近平跟 跟這個 我看他們在莊園裡面 坐下來習近平講說 過去50年的中美關係 從來都沒有平順 從來都沒有平順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個我習以為常了 我也不是認為是什麼 什麼不可克服的 可是這一次我覺得他去 會在這個條件下去 我想就是說李家超的事情 特別做這樣子安排 去這麼一趟 我認為核心都是台灣問題 為什麼這個時候這麼敏感 就是說台灣事實上 從這個月開始到今年的 明年的520期間 是一個高度不確定的半年 這六個月隨時很多事情都會 讓大陸必須要怎麼樣 嚴肅面對 甚至要採取實際作為的 那他一定已經在把所有的 這種可能的發展的狀況 在一一的謀對岸 那你第一個的話 雖然現在藍白和了 可是你也不能確保 最後是藍白的這一黨 在1月13號勝出 所以這種高層 他預示他都不是往好 他都往最壞的情境去 最壞的情境就是無可選擇的 逼到牆角用武力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 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我常常就是說 我們外交上 美國人喜歡用一句話 以前我們也習慣就是說 就說Compare note Compare note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坐下來 把你的想法跟你的計畫 跟我的想法 我們的計畫 大家來對照一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這是黑 ediyorum 裡面的職業 還跟我們一起吃 什麽 進入